劳動部勞安所公布一項 育兒婦女勞動參與率研究報告 顯示小孩出生第一年 有七成女性會以全職身份工作 但持續追蹤12年期間發現 全職轉兼職及退租勞動市場的人數提高 尤其小孩6歲前有更明顯的波動 直到6歲後趨於平緩穩定 勞安所研究建議放寬孕暈假期限 根據勞動部106年女性勞動參與率統計 25到29歲階段最高分為89.73% 之後婚育年齡開始下降 30到34歲為84.15% 35到39歲跌到76.86% 顯示大多女性會因結婚生育而影響職業發展 若孕暈假放寬到6歲以前 可以協助育兒婦女穩定序留職場 民眾表示樂觀其成 但有婦女團體表示 女性退出的勞動市場 除了兼顧家庭照顧責任 另外就是工作環境不友善 並指出與公家機關相比 有21.9%失業單位 不願依法給女性老公7天家庭照顧假 導致女性殷勤太多施假而被扣薪 男女薪資也有落差 那這個7天就是勞工一般的勞工朋友 她的市價是無薪的 那這個對家長來說 其實她請一次 她其實就會有經濟上的壓力 因為她是沒有薪水的 那相較之下就是公務人員的 這個家庭照顧假是有薪的 婦女團體抱持贊同態度 但也坦承政府若是基於國內少子化問題 仗在支持父母角度而鼓勵生育 應該要有全面的措施 除了工作環境的性別平等 另外像是留子挺薪保費有政府支出 或是要求家庭照顧假 勞工與公務員一體適用 對此勞安所回應 需和勞動部調整演繹 遠之新聞 胡宋迪弗論 台北市 新北市採訪報導 我們在電視機上 一輪 這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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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裡